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介绍 地球与太阳系 在继续介绍之前呢 我想先讲一个小故事 在我小时候 那时候几乎没有空气污染 只要是晴天无云的日子 到了晚上总能看到满天的星斗 我抬头仰望着天空 看着闪烁的星星 耳朵同时听到 许多聪明的声音 满满的声音填满了整个感官 那些是什么虫并不容易被看到 我总是以为那些声音 其实就是星星的声音 不知道你们看着星空的时候 会想些什么 许多人都有共同的想法 当他看着星空的时候 都有一种无限思念的感觉 有人说 这可能是因为我们的祖先 其实是来自于太空吧 好了,我们现在回到今天的主题 地球与太阳系 首先我们先来感受一下 我们的生活环境 我们每天看着太阳从东边升起 然后向西边落下 你会觉得地球跟太阳的关系是什么 古兽的人相信地球是平的 如果你划船 划到远一点的地方 你就会掉到陆地的边缘 但是这样子的说法 随着人类航海技术 与数学几何的发展而破灭 人们开始相信 地球其实是圆的 但是为了解释 每天所有的星星与太阳 月亮都从东边升起 西边落下 于是科学家提出的地星说 也就是整个宇宙 其实是以地球为核心 绕着地球转的 但是望远镜的发明 更多科学家开始投入 观测星空的变化 他们仔细记录星球的轨迹 计算他们的轨道 但是许多矛盾的地方 却无法用地星说来解释 于是有人大胆的假设 其实太阳是 星球的核心 这也就是所谓的日星说 在有更多的 观测设备与数学技术 投入研究之后 目前我们认为整个宇宙 布满了众多的星球 我们的太阳系 甚至是我们的地球 都只是其中非常小的部分 了解我们对于太空的理论 建立过程之后 我们再来看看太阳系 先谈谈我们的地球 地球的半径大约是6400公里 换算它的周长就是4万公里 如果我们用一部 迟速100公里的车子 不眠不休的开 大约得要开16天又16小时 才能绕成地球一周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看 离我们最近的一颗星球 月球 月球的直径大约是7000公里 也就是地球直径 12800公里的九分之五左右 可是地球到月球的距离 大约是384400多公里 同样的我们用一部 时速100公里的车子 从地球不眠不休的开 大约等要160天又4小时 才能抵达月球 整个太阳系家族包含了一颗恒星 那就是太阳 还有八颗行星 以及一颗矮行星 这颗矮行星就是冥王星 过去科学家认为它也是行星的一部分 但是它的体积实在是太小了 所以后来就除名了 现在就是矮行星 太阳的直径大约是地球的109倍 也就是1391400公里左右 如果太阳的大小就像这影片的大小 那么地球几乎看不到了 再来看看地球到太阳的距离 大约是14960万公里 也就是太阳的107.5倍 如果同样的我们开了一部 时速100公里的车子 从地球出发 不眠不休的开 那大约等要62333天 又8小时才能抵达太阳 也就是说我们必须不停的开 170年又9个多月才能抵达太阳 但是还没到太阳之前 我们就会被热死了 因为太阳的表面温度 大约是摄氏5500度左右 由于讨论天文时 每个距离的数字实在是太庞大了 所以后来我们就定义 从地球到太阳的距离叫做 一个天文单位 也就是1AU 那么以目前我们所承认最后一颗行星 海王星的位置来看 海王星到太阳的平均距离 大约是30.1AU 在20世纪末 也就是1970年代 美国科学家开始想要研究整个太阳系 于是拟定了航海加计划 在1977年先后发射了 航海加1号与航海加2号太空船 想要让他们绕行太阳系里面的不同行星 研究太阳系的结构 36年后 也就是2013年的6月 航海加1号与2号 终于抵达了太阳系的边缘 航海加1号距离太阳的位置约为124.5AU 航海加2号距离太阳的位置约为101.9AU 这张照片就是航海加计划的太空船 也就是目前人类发射距离地球最远的太空船 接下来我们介绍太阳系的诞生 在宇宙诞生初期 整个宇宙就是一些灰尘所构成的 你可别小看的这些灰尘 他们彼此之间 也还是有重力的影响 会彼此吸引 于是呢 渐渐的这些灰尘就会聚集在一起 中心就会越来越多的灰尘聚集 最后就是像这样 形成了一个螺旋状的星云产生 星云中间如果 聚集的灰尘太多太大 就会形成像太阳这样 发光发热的星球 周围的星云也可能逐渐聚集成为 绕着太阳的行星 这些行星的分布跟密度很有关系 密度越大的星球会在内侧 主要是由金属所构成 它的公转周期短 轨道半径较短 我们称之为内地行星 太阳系有 水星 金星 地球 火星 等四颗内地行星 密度较小的呢 就会在外侧 主要是由气体跟冰所构成 它的公转周期较长 轨道半径也较长 我们称之为内幕行星 太阳系的内幕行星有 木星 土星 天王星 海王星等四颗 以下的影片我们可以看到 行星绕行太阳的状况 这样子的绕行方式呢 也称之为行星的公转 有些比较大的行星周围有绕着行星的星球 我们称之为卫星 譬如月球就是地球的卫星 其他的行星有的没有卫星 有的甚至呢有好几十颗的卫星 土星的周围有土星环 土星环其实就是由环绕着土星的一些细小颜色颗粒 或者是冰还有尘埃所构成的 在火星跟木星中间 其实有一段是小行星带 布满了各式各样不同的行星 目前已经被编号到了 十二万零四百三十七颗 最后我们要介绍太阳系的边缘人物 他就像浪人一样 走着跟其他星球不同的轨迹 绕行的太阳 这就是卫星 卫星主要是由冰锁构成 有些科学家推测 卫星应该是漫游在星际间的小冰球 在经过太阳系的时候 被太阳的引力所捕捉 最后成为太阳系的一部分 卫星在经过太阳的时候 会因为太阳的高温 使得冰球的表面气化 并向太阳的另一侧飞向太空 形成壮光的惠伟 以上就是地球与太阳系的介绍 我们下次再会 我们下次见